讲座 就是在这个wells的官网上面 去搜这样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搜到对应的一些讲座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先回答一下 就是之前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研究生的话 可能任务非常多 像需要我们上课 然后还要做科研 还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 实习什么的 那怎么去合理安排时间 那这个就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要分好这个任务的一个主次 就是研究生的话 首先课程跟研究之间 我觉得重要的是做研究 我们我在入学 导师就跟我们说 研究生跟本课生最大区别 就是研究生 他的重心应该是做研究 而不是上课 所以说我一开始 其实是把这个重心放在做研究上 而上课的话 就是完成作业 然后达到这个要求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研究 写作业的时候的话 就是还是要减少外界的干扰 因为我们身边还是会比较多 其他的一些诱惑 比如说同学可能出去玩 然后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的 就是本职工作先做好 然后才去参加这样一些活动 如果不能达到平衡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增加投入时间 因为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学习社交睡觉 三选二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增加 投入的时间减少 比如说减少休息的时间 但是这个的话还是得看大家实际的一个感受 就是也不要 也不要因为休息不够 然后导致自己 就是也做不了科研 这样子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节奏来 然后如果找第一份实习 首先的话就是如果自己 如果自己一开始没有实习经验 然后去瞄准大场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大场它候选特别的多 然后它一开始都会对有自己的一个门槛吧 然后对候选的要求比较高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首先要累积一些项目的经验 那么就可以通过参加学校实验室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通过开个比赛的一些项目 去累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 生育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累积完这些经验之后 我们再去尝试这个大场的一个实习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甚至的话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然后去做一些落地项目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公司 它的项目的话是什么样 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次面试的一个简历上面一个谈资 然后可以尝试海头多家公司 因为现在相信大家就是在 在无论是春招还是熟悉 就发现就是说公司 很多公司HC都比较少 那就需要我们去多多做尝试了 然后也成为我们通过了一个概率 我们海头多家我们面试很多次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面试的一些套路 这样的话在后面的一些面试当中会表现得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 就是前面面试的时候可以选自己不太想去的公司先面试 然后后面等到自己想去的公司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有经验了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 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对我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打好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对我自己来说我在读研之前 其实首先去了商商实习 然后在商商实习的这段时间的话 也是培养了自己在代码方面的一个能力 我之前在商商做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偏工程的 而不是那种科研的东西 当时需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 就是把PyTouch模型转成Cafe模型 这里面的话其实需要对模型里面的一些 就是对这个代码 无论是Python代码还是CIA代码都是需要比较了解 然后需要去看这些框架 PyTouch和Cafe它的一个圆码 虽然说当时的我看上去就是说觉得很无聊 但是我发现后面对我去理解这个神经网络 还有各种模型 它底层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多看这个模型的圆码 那看完这个圆码之后 你才知道下次如果你要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去改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就是说反向传播 你是否知道它它的一个理论的推导 就是这样一处里面都是有很详细的一些推导的 就大家不要去忽视这样一些理论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 可能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改进的点的话 就可以做一篇新的论文了 这些在面试的时候也是会问到一些基础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就是掌握 书记掌握科研的工具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关于做科研整个思路 在每个阶段 比如说文献检索 还有就是怎么去读论文 对都是有一些比较别人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的 然后需要我们就是多跟实验室的一个使用师姐去请教 或者说在知乎啊 B站啊 还有Wells这些网站上面去多寻求一些帮助 对 然后使得自己能够就是能够熟练去掌握这些东西 第三点就是有充足的一个计算资源 因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是只有一块GPU的一个一个实验室 一个是有100块GPU的一个实验室 那么我们要做三个月才能够比较过人家做一天的实验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做不够别人的 所以说还是最好还是说要找一些GPU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去实习 这样的话能够去快速的去让自己能够产出成果 因为这因为做时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次实验就就可以的 就是需要日夜夜 然后堆大量的一个计算资源 多做尝试才能够去处于比较好的成果 第四点就是有靠谱的指导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做科研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懂这个科研的套路 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或者说实用师姐 愿意去带我们去帮我们 去跟我们一起走一下 这个就是从这个问题提出 然后到中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修改 怎么去打磨我们的想法 打磨我们的idea 最后的话去怎么去撰写一个论文 就是需要前人去就是说比较靠谱的一个老师 或者实用师姐去带我们走一下这个流程 如果自己去摸索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坑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最好一个是如果实验室 有类似的这样比较厉害的生用师姐的话 一定要抱紧他们的大腿 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去找实习 然后在实习里面如果mentor是比较厉害的那种 也是非常好的 像我之前的论文的话 其实也是很多是在实习的时候发出来的 第四下一个问题就是实习和科研如何有效结合 因为研究生来说 其实最后的话都是需要铲出论文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实习的话 我们就可以着重的去考虑 跟我们在实验室 跟我们在就是学校的这边 方向比较match的研究部门 这样的话我们做东西是一致的 这样会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校老师可能会放我们去实习 另外我们的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去写在我们的毕业论文上 那关于员工智能方向的话 其实可以选的是很多的 有很多lab 像msra华为腾讯 阿里矿市商汤很多lab都是有做相关方向 大家就是要选就是跟自己方向match的这些小部门 对要多打听那些那些小部门 它的matter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其实在实习如果要发专利或者发论文 是需要涉及到一个论文挂名的问题 很多学校导师其实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跟这个学校导师去沟通这个论文 他比如说企业的话 他能不能挂咱们学校是唯一的通讯 或者说他只能挂咱们学校是共同的通讯 这个都是需要提前去沟通的 就是最好是在实习之前 就是实习刚开始就沟通这件事 而不是到论文已经写完了 然后最后才发现 企业他只能给学校挂一个共同通讯 但是学校老师又希望是拿独立通讯 这样比较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沟通 关于就是毕业之后 是就业还是读博 我在这里的话列了几个原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就业的话第一点是不想做科研 因为我感觉兴趣是读博最大的一个因素吧 就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读博还是比较艰难的 需要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到七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非常 如果没有兴趣还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说兴趣必须是地位 第二点就是说就业 就是说想早点进入工业界 然后想抓住现在的一个硬科技的风口 像半导体 新能源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风口 所以说怕担心就是读博之后 可能这些风口已经过去了 第三点就是硕士毕业之后 去工业界能够拿大产人才计划 在一个四到五年之后 他可能比一个博士生刚出来 就是说他在企业上面 他累计的经验的话 其实是会更好的 相比于这四到五年去拿去读博 这样的一个读博 在学校的一个科研经验来说 他在企业累计的这种落地的经验 可能会更好 关于读博的话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未来想走体制内教职 还有企业的科研港 这种的话博士 它的优势其实是远远是大于硕士 就是说体制内教职 这些是可能是特别明显 然后企业科研港 其实也是更偏好博士 就是以我之前的一个 就是在企业的一个实习经历来说 博士它的一个精神空间 还是就是对于科研港来说 它的一个精神空间 肯定是远大于硕士 第二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读博 读博期间成果很多 能做出很有影响意的工作 在你的小领域 已经成为一个介绍者 这时候的话 左工业界 而且大概率 这个博士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 第三点就是不太推荐的一个情况 就是成果一般 就是比优秀的硕士好一点 甚至差不多 比的话也是走工业界 这个时候可能跟优秀硕士相比的话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 对 因为如果不是走科研方向 而是走这种落地的话 其实跟硕士 跟优秀硕士比的话 优势可能不太明显 这时候的话 就是不太推荐读博 下面有两个tips 第一点就是 尽早做决定 就是最好是在研一 研一刚入学 或者说做科研 做个半年 就是能够决定自己能够想去就业 还是读博 因为这两个方向其实准备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就业的话可能 就是要提前的去做刷题 然后如果是读博的话 可能要准备一下英语 对就是如果能尽早决定的话 就能够有效 就是增加有效投入 避免走弯路 第二点就是如果想进工业界 办情况下 硕士毕业之后 一般是直接就业的 如果觉得自己博士 能够出非常多成果 然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 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读博 那么非常感谢东子哥给我们今天分享 他的读研期间的经验 如果大家对这次采访的PPT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东子哥的公众号 继续学习与3D视觉 或者扫描图上的二维码 回复采访就可以获得 本次东子哥的采访PPT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得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 你跟他们一起交流会有落差感吗 铁定血亏 黄温鸡还要点小分 猪脚饭还不肯多加一个卤蛋 上周学长一个人偷偷去参加 这不是我的频道 不是应该我来说 你来说吧 上周我去参加这个同学的 硕士同学的一个小聚会 然后在广州 然后回来学姐就说 这么好玩的局都不带我去 我说我们这个是专业同学局 一个是某互联网大厂 不能讲名字 然后五星员工 然后现在的话已经离职了 就是要自己做点事情 一个是在硅谷做AI工程师 还有一个是原来在保洁的快销 然后现在到了上市公司做董柱 刚好这一次跟他们聊聊 有一些感悟 我还发了一条动态 然后征集了一些大家对于专业就业的问题 这是专业唠嗑视频 我看到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一样 多少钱 你们这个专业应该是很 就是money比较多 大家在线下都比较礼貌 都是什么学长学姐你们 好了 然后到线上就是 你这个多少钱 我们都是文明礼貌的人 不能这么直接问 要怎么问 你要问他说 你年薪几位数 年薪几位数 开玩笑 我问了 就大概是比如说他们这几个还比较有这种代表性 我就分三类来说吧 第一类互联网大厂的同学 他说有一个小程序叫Oversue Oversue上面就是能够看到你说的硕士博士同学薪资的范围 然后这个范围是基本就准确的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他们每年还有两次条性 这词是不说的是吧 80家 就他工作两年可以达到80家 明星 然后这个硅谷的这个同学呢 也推荐一个地方叫这个一亩三分地 所以那个大厂的是80家 大厂是80家 硅谷的这个呢 起薪他当时已经是破百万了 这人民币破百万 然后就第一年 他现在的话 他不说 他就叫我自己去看 然后这个快销的这个同学呢 之前在宝洁 他说外企的这个薪资体系都是非常比较这个透明的 具体的话 我给大家找张图吧 其实我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三年以后跟你的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早早工作的人 每年已经可以赚很多W了 但是你每次点那个点外卖的时候 还要优惠去 还优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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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小饭还不成多家里都不在 你心里会有落差感吗 这个怎么样 该省省该花花 那个落差 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是 落差感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就是说 读博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人生体验 就他们经常就安慰我 他说哎呀 好羡慕你还在学校里啊 不用打工啊 也许人家只是个客套话 我也听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客套话 什么 然后我也就做完 我也就说 是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确实可能是 我觉得确实吧 可能就是打工用打工的能苦 然后上学有上学的轻松 你要我说 我觉得这个羡慕这个等级是 真的是没法穷尽的 因为我听学长讲他们的这个工资 那我们文科生 像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得说什么 但粉丝里面肯定有很多是我这个心态 什么动辄 什么几十万几十万 我们这动辄三五千 原来不是有句话说什么 魔道鼓舞砍材工 读完硕士在打工 我觉得可以的 你读完博士在打工 反正终究是打工 所以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呢 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 是有关于这个能工智能创作的 你们聊这么正经的话题 对啊 就什么AIGC 因为那灰谷的同学回来嘛 然后又有广告行业 又有游戏行业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聊说这个能工智能 怎么在他们的领域上去用 就不知道这个圈外的同学 最近感觉这个能工智能怎么样 我们这圈内的同学 每天感觉跟过年一样 我感受到了就是学长每次有一个什么 就前一段时间什么 切的GPT就各种工具 他就会说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看 然后怎么怎么样 大家分享就是圈内和圈外同学是不一样的 学姐每次就什么不要跟我讲 因为就是人工 因为我不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又怎么样 是不是跟原来又一样的 又差不多的 就那样的 你每天都有新的工具出来 天天都有人开发小程序APP网页 所以我就麻了一击 所以这一次呢 作为我们这个AI专业的同学 我们感觉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哪些不一样 人工商创作像这个Me的Jenny 和这个OpenAI的这个TrackGPT 它是你真正可以用 它可以马上就可以加入到 你这个学术写作 或者写邮件的那个工作流里面 你想想心动不心动 马上就有一个智能小Me 来帮你写邮件 因为大家举一个这个 最生动形象的例子 就我原来特别害怕写这个英文的邮件 因为它本有什么格式啊 有什么礼貌用语啊 你又不知道讲的合适不合适 有没有写错 我现在就是把包包包的意思 告诉给这个TrackGPT 然后他马上就能帮我写出一篇 至少是八九十分的一篇 这个英语的邮件 所以你用在了什么场景中 我也来吹这个美国大使馆 帮我办签证的邮件啊 包括和美国那边学校的 这个小Me的联系的邮件啊 还包括一些和老师的 一些正式的邮件都用上 大家可以设想呀 你只能把这个上下文 和你要表达的这个中文的意思 告诉给这个TrackGPT 然后他就能帮你生成出一篇 有这个礼貌用语 又有格式 然后又有 前系中系后系都有 对又有中心思想的东西 然后你还不用害怕 他有错笔字了 还有很多我们同学 用他去改这个英文的论文 他感觉要比自己 写出来的要好很多 然后现在是呢 我们这个智能工作有小命 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上 这个体力工作上 还没有这个小命 正从我们几个同学也聊聊 就这个毕业这几年了 工作啊学习啊 都越来越忙 然后忙起来之后 就感觉这个脖子 就会很不舒服 轻则可能是酸累的 重则可能都要去看医生了 你不是去看过吗 最近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呢 经常也是这个一做一整天 时间一长呢 脖子就会感觉这个特别硬 特别的脏 严重的时候呢 这个抬头低头 还会有这种晕晕的感觉 一点呢就劝我多注意一下 所以最近呢 我有用这个SKG颈椎按摩仪做放松 去年教师姐的时候 我们师傅就送了一个SKG的按摩仪 给导师了 教师姐礼物 用起来呢 是有这种酥酥麻麻的这种感觉 和我们传统见到的那种 机器按摩仪不一样 脉筹按摩的原理呢 是给酸脏的肌肉呢 发送一个这个运动的信号 让肌肉自己去拉伸 而不是靠外力去挤压 肌肉活动开了呢 自然就不会这个僵硬和紧绷了 以前在家呢 学姐也是经常让我帮她按摩 但是我按一会呢 这个手就酸了 然后学姐还嫌我这个力气不够大 按不到位 SKG这个按摩仪呢 用的是这个中平脉冲 能够直接按到脖子的这个深层的肌肉 最近学姐喜欢用完的时候呢 就会用这个按一会 你按到舒服多了 坚持用还会更有效果 这个按摩仪呢 还有一个亮点特别吸引我 是它比较这个小巧轻便 像我们这个平时出差坐动车啊 或者日常的通勤 都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 或者摔在包里 非常方便 推电让它可以试一试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Mr.Janny 意思就是你只要给它这个提示词 它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图画 比如说小时候经常有时候提一些 比如说它叫海豚车 海豚提案 什么三个头的蛇啊 五个头的鲨鱼啊 这都算了 它叫海豚车 就海豚下面有轮子 然后这种东西 你看小孩的想象力 我就把这个东西告给GB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是这种会什么 会走路的鲨鱼 会哭泣的虎鲸 那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科研的重大发现 或者原理性的重大突破 让今年就变得这么快呢 原来不是说有那个图灵测试吗 就是说你如果去跟一个机器人聊天的话 你发现不出来 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话 它就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 就觉得它已经可以扮演一个真人的形象了 然后它这次的这个TrackGBT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能力 就我们原来像我们家里都有些 什么小米音响和小竹鸡 大家不会主动说 我去跟它聊一聊 因为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器 它很笨 它没有什么智能 但是其实这一次这个TrackGBT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去跟它聊天 就跟它工作 因为我们正恩的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秘书 或者是小秘的这种 人类的思维体现在了里面 那另一方面 也就是意味着 人类现在有这种大规模复制 这种智能的能力了 就原来有一个东西叫摩尔定律 它讲的是说 这个地球上的这个芯片硬件的数量 它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倍 你想想就从2到4到8到16 它这种植数的在这样增长上去 这个OpenAI的创始人 它提出一个新的摩尔定律 又叫奥特曼定律 就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奥特曼 他说每过18个月 宇宙中的智能体的数量 也会翻一倍 那个事情就很可怕 你想想我们人类的话 我们两个人只能生一个人 对吧 但是智能体它不断复制 不断复制就特别多 那就会出现一种智能体来统治人类 说人类变成一个弱势群体 或者叫小族群 所以大家又把这一次称为这个龟基革命 就我们人是由这个碳组成的 我觉得我们叫碳基生物 然后这个智能体的龟组成 所以它就叫龟基生命 这样把这个潘多拉摩盒可以打开了 人类创造一种 可以来统治人类自己的一种生命 觉得你们就是你作为人工智能方向的 就是业内人士 我不是业内人 业内人打工人士 你的AI对以后找工作真的有影响吗 我看其实很多人还挺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 就国外也出了很多报告之类 我自己的几个想法 第一呢 它肯定是什么这个工资高的先开始替代 就是说他先把我们这种程序 什么之类的 先会一部分的这个取代 所以他会取代科学家吗 这个谁有时候 我对于这个事情都还是比较乐观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创造的工作感 我肯定会比他替代的还要多 对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用工作的那么辛苦 然后另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更加主动去拥抱 就是和AI一起工作 比如说现在在用这个东西 去生成一些模特的图 还包括像我用他来写邮件 改代码 甚至是让他作为这个心理咨询师 或者是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些 我们生活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产品 他现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学姐还没有达到 这个学姐的那个严苛的字简标准 学姐觉得还暂时不能用 就是学姐有一次用他去处理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去 取二胎的名字 包括取二胎的名字 我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告诉他 然后告诉他如果我想生一个二胎的话 帮我们取一个合适的名字 结果他取出来的 还达不到这个学姐这个文学审美的标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哥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同学 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幕府这个现象 特意拉了学长过来 什么叫幕府啊 幕府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 然后大家对一个富二代 就是极尽崇拜和羡慕之情吧 其实已经有很多博主书了 但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借我们读过的一本名著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这本书已经拍成电影了 而且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带我看的 不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能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既看了这个中文的原著 然后又补了电影 还把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头像 都改成了这一张 书籍的这个剪影封面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 通过自己奋斗的那个新兴富豪 那盖茨比呢 爱上了这个传统富豪 TOM的妻子 Daisy的故事 我以为你要说爱上了TOM 我笑了一跳 我看第一遍当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女主角呢 也不知道 觉得盖茨比最后 没有跟他喜欢的女生 Daisy在一起感觉太可惜了 Daisy就像一个小白兔一样的 这个角色 对 但是我后来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学长又给我推荐了书 我就看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未没有能理解到 这个作者背后体现的深意 感到羞愧 那背后到底是一个道德的沦丧 还是法治的缺失 我们今天让学姐给大家唠一唠 我翻开书的第一页 它上面就写了 它说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拥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 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以为他只是为了劝我们善良 我一开始感觉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 但其实作者呢 菲茨杰拉德 是借这句话想跟我们讨论 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 普通人的奋斗和道德 显得非常的无力 就跟如今大家讨论 这个寒门学子 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记不记得 电影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争吵 这个Tom呢 就去嘲笑这个Gatsby说 哎呀 你这个学历是不是造假的 你就是一个思绪贩子 还嘲笑他的这个品位 说就不是这个郑黄旗 对 就嘲笑他的努力呢 就是怎么努力也比不过我们 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嘲笑非常像 这个精英阶层对小生作体家的嘲笑 而我之前呢 特别喜欢这个Daisy 但是在我看书的时候 我的这个滤镜就碎了一地 然后我看书的时候 我才明白这个作者 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字叫Daisy Daisy的英语名字呢 将是除菊的意思 除菊的就是纯洁无瑕的意思 其实是他自己戴着 纯洁无瑕的这个面具 骗过了盖茨比 甚至骗过了我们观众 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 纯洁的傻女人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 书里面有一个情节 Daisy发现 Tom出国以后非常的痛苦 那书里的这个Daisy的表哥 Nick呢 就去问这个Daisy 就跟他闲聊安慰他嘛 他就说 哎你女儿怎么样 然后说到他女儿 他当时就哭了 因为他生完女儿之后 这个Tom呢 就是在产房外 就直接走掉了 去找他的情妇了 然后这个Daisy 当时生完孩子之后 他就很难过嘛 他就问那个护士 他说护士生的男孩 还是女孩 那个护士就说 生的是一个女孩 然后这个Daisy就说 女孩好啊 女孩好 对 他说我很高兴是一个女孩 我希望他将来是一个傻瓜 在这个世界上女孩 最好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a beautiful little foe 他说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一开始跟你一样 也不太懂 傻白甜的白蜂美 差不多吧 然后我看到后面 其实他是想用这种傻 给自己戴上纯洁的面具 这样他做了任何的坏事 大家都可以通过他纯洁 他傻 替他抹清这个责任 那我还真没看出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 更深层自然的意思 对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电影结局 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 非常纯洁的人 我不一定能够感受到 但我觉得他可以说 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 而且他百分百 不是一个很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他最后完美的甩拨了 甚至他在知道 自己杀人以后 就立马逃离 而且他知道了 非常爱他的盖茨比 给他顶包的时候 他没有给他留个一个信息 非常这个精致力极注意者 所以菲斯杰拉德 他就是用这种一种讽刺的手法 就是用一个外表看起来 单纯善良 纯洁无瑕的人 来揭露了 其实他们的内心 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 你所看到的很多真诚善良 其实都是他们给自己戴的面具 实际上他们最爱的是他们自己 他们只想维护 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所以尽管他的老公 Tom就出轨 然后做了很多无恶不作的事情 他还是最终选择了 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哪怕他是一个真诚善良 非常爱他的人 为了他义无反顾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 其实最终反应的是 两个阶层之间 巨大的这种混沟差异 也难怪就是这个作者 他给了盖茨比 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后盖茨比是被枪杀掉了 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 就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悲剧 把一个这么就真诚的人 就这样一枪打死了 悲剧最能震撼人心 把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撕毁 其实是为了警醒我们 在现实中我们真的不要对权贵 或者说富裕阶层 有那么高的滤镜 投授这种超长的关注度 或者说倾慕之情 因为你的关注和爱慕 就像盖茨比对Daisy的 这个关注和爱慕一样 在他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甚至到最后 你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毫无反过地就抛弃 就像盖茨比最后死了以后 大家也知道 就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大的葬礼 甚至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 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Nick 他是这个Daisy的表哥 然后他通过Daisy和盖茨比的关系 认识了盖茨比之后 也和盖茨比成为了朋友 那这个Nick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作者他有很多观点 他用了他的视角在写作 对 因为这本书 就是以Nick的视角来写作的 那这个Nick近距离的观察到了 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而且还见证了盖茨比的结局 最后这个作者菲斯杰拉德 借这个Nick的嘴 说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在盖茨比死之前 Nick对盖茨比说了一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全部腐朽软弱 他们全部加钱还比不上你一个 那句话也是Nick对盖茨比说的 最后一句话 然后也是作者 其实想给我们传递出来明确的价值观 就是作者是欣赏这种 从无到有从零开始 慢慢奋斗起来的创意的 而不是在精英阶层中 那群披着伪善外衣的这群人 书中的结局 其实就是Nick对这个纽约的失望透极 他觉得非常的虚伪 然后最后选择的离开 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聊这个故事 我还是能感觉到作者 他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 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远离这种纸醉金迷 远离这种喧嚣与热闹 就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 这部小说也是在某一次的评选当中 获选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榜野 其实我们所处的当地世界 和当时美国纸醉金迷 或者说娱乐致死的时代 也有某些地方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些时期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 来启盘我们的思考 其实与其在互联网上 把自己的很多经历投入在 窥探有钱的人的生活 或者对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 甚至贬低自己矮化自己 还不是多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 然后在现实生活里披荆斩棘 其实我们正确的应该就是 既不要贤民爱富 也不要妄自菲薄 我觉得学姐从文艺批评的角度 确实跟我们解读出了不一样的事 所以文科还是有用的吧 非常有用 虽然代码我不会编 文科生通过改变理科生来改变世界 是好像有点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两个人一起来聊一聊的话 点个一键三连 我们以后会更新更多这样的视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Beautiful 而且想讲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 考研的同学和这种保研上的优生的同学 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吗 他是可以说的吗 对他说了 第二个就是怎么去自学能文智能AI 或者像做科研上的我自己走过的一些文物 我觉得考研的第一次 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学习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基础都是优点的 那么学研的可能就是说问题的意思不是很强吗 并不能就是很好的区别于什么是好的一个科研的问题 现在自己讲讲最大的区别是就是 很有做到就是很快的上到科研 所以这种的盈亏同源 我们在考研大多花了很多苦工夫 然后以后很多笨办法 然后可能可能拿到的结果 但是做科研 战场已经是改变了 他不单纯是在吃基础 然后更多的是你要能够发现很好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这个考研的同学来说 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考研的时候 做的那些什么数学体 议题之类的 都是有一些这个考研迷失 我在刷一些别人给我们 画定的一些好的题目 其实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题的话 你要自己去找 你要自己去判断说 这个题是不是一个好的题 其实是这个老师给你的课题 你要去判断说 他有哪个好的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做出来 那到了博士生的时候 当然你要自己要出题 出一个好的题 然后你才能把它很好地解决出来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 我自己的那个 专业数据科学 或者说人工智能 大家自从知道 我是学这个数据科学之后 就不断发私信来问我说 学长怎么学拍程编程 然后学长怎么学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然后学长怎么样 找这个研究方向 写入文发文 毕业找工作 今天就我自己走过的一些 弯路聊不聊吧 前天刷那个知乎 然后有一个那个问题 如何系统的自学 这个机器学习 然后呢 我心想 因为哪个一招号 又开始来一起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点击去 好好地判一下他 然后后来点击去 然后发现是那个 文达老师 但是文达老师 那就算了 初学的人 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 这个文达老师 文达老师就是 这个世界上 所有这个学 学那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人 90%以上 都是跟着他们 课程入门的 就他本身是这个 斯坦福的教授 然后很早时候 他才教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这本课 然后我前两天 跟一个MIT的 一个国际生聊天 然后他说他们也一样 他们说他们也是 看这个文达老师的 课程入门 所以他就说全世界的 都是通过文达老师 那他实际上就讲到 他说怎么样 怎么样来这个自学的 他说首先呢 那你要找到一点 编程基础 注意啊 是一点 然后待会会说 这个一点 那第二个呢 你要找到一点 技术学习和数学的基础 那第三个呢 你要找到一个领域 长久的待下去 基本上就是 那这三步 那这三步 是不是听起来 可以像说 怎么样把一个大象 放进冰箱里 就是第一步 你要把这个冰箱里打开 是吧 第二步 你要把这个大象 放进冰箱 那第三步 那么其实这三步里面呢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坑 我就讲到 我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些坑 那首先来讲一个Python Python 变成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神奇的一点 不是 所有没有学过Python的人 都会觉得这种技术非常神奇 比如说B站上吧 佛同学用它来控制这个树梅范 然后智慧军呢 用它来控制这个机械臂 然后还有那个崔同学呢 用它来轻动一些AI的程序 都感觉他用的很可动方便 就是说不贵的人 觉得它很神秘 但是贵的呢 每个人能够收到这种技术 所以现在很简单 在自学这个Python的时候 我觉得其中有一点 就是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千万别学多了 所以文老师他在前面 其实他加了一个信息 他加了一个信息 这样就叫了一笔 就是 例如说 有一些培训机构 他卖这个Python课 就把一门课做得非常的农长 因为水市场 这样才能卖课 才能卖课 对吧 正确的学法 给大家说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能就能听到 刚才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我是灭了一个 就是浙大智商系的科班出生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就去问他说 怎么学一个Python 然后那个同学丢了一本书给我 他说 你把这一看四个小时 一个效果就学会了 我当时听起来 这也太重要的话 这么神奇的技术 能够四个小时就能学会吗 但是后面我自己学一下 后面自己用一下 所以我感觉 四个小时不能再多 再多的话就受不了 是这样的 不是说这个技术 就是说你四个小时 一定能精通这些东西 但是四个小时 你可能只能把这两部分 大概是一点点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一点点 就已经够了 因为你在以后用的当中 你应该是 不会什么的时候 在去查什么 然后你在 在那个项目当中 你才能真正的学会 就说你即使把这八十个小时 和耐心的全部看完 其实你到真正利用的时候 你该不会还是不会 你就得说 学了白鸟 就卷了白鸟 就这么个一程 就这么个一程 更多的当中 你应该要去向着 和实在当中去学 然后不断地绑复去练习 才能真正的去找 那一点大概是多久 大概就是我说的 这个四个小时到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不能再多了 就大概就这样 因为你自学的时间过手 其实你的耐心 你的耐力 你的坚持 这个也就会磨灭了 你以后就带了任何的兴趣 就进入那个选者模式 我当时是看那个 有一个叫吊雪通 拍摄的 还有一个网站 我就跟那个网站 拿他一些 例子要从看了一遍 然后另一个呢 是一系跟大体 有个拍摄的课 在那个冰箱上 我再给我 把那些都附在这下面 其实就大概来 跟那些经典的资料 大家要看一个 最多宇宙时间 就要把这个基础去获了 就获了 获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聊一聊人工智能 在这个创作方向上的应用 向大家介绍一款 AI写作的高效免费工具 蜜塔写作猫 它有三大功能 中英文纠错 改写 和获取网络内容 可以助力我们的这个论文写作 比如我们可以用改写功能 进行这个论设 大家经常看我这个BB空间 说就像在看这个残男剧 那我们来看下它这个改写内容 能不能让我们的话更合理一些 它改写成了这个女人 离不开男人 正如鱼儿 离不开自行车 就是你看它做了这个 同意词的替换 把这个自行车呢 换成了单车 那么这个古文改写呢 它改写成这个 女不可无男 犹如鱼不能无车 觉得这个迁移到这个论文场景下 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它这个纠错功能 那么这句话说进去 果然和学姐说的这个错误一致 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错别字之外呢 它也可以检测这个多字啊 少字还有其他的这种错误类型 那么除了中文呢 大家论文在要写作的时候呢 还需要这个中英文互翻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英文翻译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改的非常好 这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直接拿一张方译来用了 第三呢是这个网页捕捉功能 它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解决这个网页 无法复制的问题 例如呢文库就不让我们用 一个一点一点的打是很浪费时间的 而我们用这个密塔的插件呢 这个文字识别功能 或许你想要的内容 那么更多的场景呢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 那么第二点呢就说到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和生物学习的基础 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能工技能啊 就是AI啊 和这个模型的力啊 对科技能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有非常经典的情况 就是说那个AI可能是最大的 模型的力的是二级的 经典应该是三级的 意思就是说 人工技能是最大的 你光是一个计算机啊 还有很激的人在学 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 搞哲学啊 搞神经科学啊 什么它呢 各种都可以涵盖在 人工技能的旗下 那么这个生物学习呢 就是进到什么来 因为神秘网络 算力和数据的一些发展 导致这个领域蓬勃发展 然后旗下呢 可能会对应的一些下颜任务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 什么计算机试据啊 什么的 什么自然原数理啊 这就意味着 其实这些领域它 看待着特别的 如果你每个都想去接触 然后每个都想去 把他学金来的话 其实就意味着 你没有一门可以学金 可以有真正的进步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说你只是学了 孩子们 那些钱都要爬虫什么 你不去在你的科研 或者像头上去应用 其实你就等于学了 等于白学 就等于没学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天常的可怕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 前面也要加就是这个 异点 就是你要加那个异点 就是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一旦搞很多的话 就是你根本就搞不懂 就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是 没有一次性全力白过 然后就要不断地去学 就是他这个 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 陶志轩老师 他在讲数学的时候 他给你一张图 大概是这样 吸引数学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小学 小学学的数学 就是那个三公公 就是相当的一个小间间 大学习 星期大数啊 高数啊 全部的加点 但是可能你学到这里的时候 你大概只能看到 三的一个上面部分 但是你越随着多 越随着多 你到下边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楚 整个这个数学的全貌 其实这个统计 技技学习它也是类似的 因为它本身 它就是要统计嘛 它就是 就是一种数学 然后啊 你 其实你可能看到了一个 什么数据学习 是它上榜的 它可能只是 就三间 然后你要懂了它 基础的这个全貌的话 你要使用学家 就各种各样的数据 就给大家上一张 那个数学生涵 所以这个 使用自学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就是说你 不要吃下去 一次性就能把它搞得懂 你可能每次只能懂 一点一点 但是你要前方往复的话 每次都有新发现 每次都有新感觉 大概是这样 然后 在这个自学 机学习讲完 自学生肚学习 就是什么的 自学生肚学习 这个问题就比较 曲奇 所以那个生肚学习 其实也有 不同的入门方式 也有不同的门派 像什么武当 少林 俄梅 甚至还有一些 魔教 什么各种东南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变成数学基础 那你就从少林 稳扎稳打 这种感觉 那比如说像盖刀 那这种就是 纯实诞识 就是一计算 那他学的 他说 我什么都不管 我直接带我用代码 去实现某种算法 然后 或者来实现某种 能够智能的功能 然后 反正我能把它调通 那我就觉得 我自己能找到一些 就试一些 那当然这也是一种 一个入门的方法 像是非常著名的 那个 FIRST AI跟 那个创始人 他们基本上 就靠这一套去 去教学 就说我什么都不管 然后我一些项目 把一个真正的 能够智能的这个 这个输入 给它调通来 当你自己有这种 成就感之后 然后去学 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像 就是说直接上一个实战 这也是一种学法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实战 和理论相结合 就是像我们的 研究生课堂那种 可能一学期二十周 然后你继续理论 也做项目 那这种有点像 就是什么武当派 什么的 反正就是实战 理论相结合 这种学法 关键一点就是说 要学得快点 就不要那么慢 因为这一门和这一门 其实非常类似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涵盖的面 特别广 所以他就说 这一门给的特别好 就是说 你要非常快的 从第一第二点 过渡到第三点去 然后再 然后在你维持 intrust 上面 要带一 主作成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给所有 要部门 AI的联络成 最广的建议 就是说 你这个可能只能花 一周不到的时间 这个可能最多也只能花 一周一期这样的时间来讲进去 学完之后 你要更快的 进入自己的研究状态程序 研究兴趣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发现 我在研究兴趣 就我自己在 在小孩的时候 我发现 小孩有一个 跟他好玩的特点 你叫他 他会认真理论 这个猫猫狗狗之后 他就能认识 你给他一个卡通的 动漫的猫狗 他就能认识 后来我在想说 人工智能 才认识了真偷猫狗 叫他能不能认识 一个动漫的猫狗 后来慢慢的去做一些调研之后 就说 原来这个名义叫做 迁移学习 我就凭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都去看看 他到底在人工智能里面 是教授知识的 所以有些事情 玩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靠 靠朋友很厚的 可以引导 你自己在 你就是读文章 然后在写单碗 然后玩了之后 你看了之后 你就自己带开 你的写点东西 然后在尝试一些发表 找人帮你干 然后这个 最有点像是 哥二八东西 就是你这个 在前面的鞋子 反正在那边 你只能占你 占你 那是除了生涯的 百分之二十 你还要正快进入到这个状态 就是你在这种 卸取的状态 你还能够上班 你研究生 有效 有效工作时间 百分之八十 这样进衡的保证自己的阐述 这是我自己 刚才整个这些弯路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的基础部的 我觉得 因为考量的同学 基础是完全够我来学 就是我们新闻的地步 那 然后更关键的是 你要到相互当中去呆 到你自己的这个 沿路方向上去呆 足够长的时间 才可能会有产生 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我 是吗 是啊 那时候我还很瘦 这就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我说他也不是我 这根本就不是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花了时间读个研究生 总得有个专业吧 那天去照相馆照相 他们给的就是我的正当 我和他们说 这不是我 他们说 这就是你 我说 这不是我 他说 这就是你 没法 就把它贴着了 哦 是这样 哦什么呀 这这明明是我 有没有被笑到 我还记得三流 呃 就是自己觉得无聊 我很喜欢你的家 我还在那种子弹飞嘛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都在地上那边看 然后我想到说 那我的自己模法很短 其实也算流感了吧 就是 其实我感觉现在 就大学那种专业 因为我们 招建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是机械 什么是计算机 什么是电子 然后就后面一起调 就学了 然后学了之后呢 别人给了你一张证 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 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没办法 就把你贴在这 然后你就写在简厅上 然后你就得出去找工作 然后就莫名其妙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 在大学也好 研究生也好 甚至说到了博士 很重要的一个 东西就是 你搞清楚你自己 到底是谁 就 其实我自己 真的你想明白 就是我原来 我姑姑给我买一台 苹果电脑 我那台苹果电脑 是我姑姑送给我的 然后 他送过之后呢 我拿他去参加了很多 创业比赛 去实习 什么的 就我自己还做得挺开心的 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总是在想 我说 他给了我一台这么贵的电脑 然后他本来是希望我是做一个 因为我硕士做的是出像机嘛 然后我总是想到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他去写代码 然后我就想到 那既然有机会说 进一步学习的话 那就读个计算机 就接着深入读一下 然后有一天读的时候呢 我就去跟他说 我说我高兴 身上的这个 计算机的博士 终于也用我的电脑 来做一点正事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看你上课 做得不错 你怎么不继续做 然后他就想 我说是做得不错 但是可能 就觉得 就觉得社会上好像 他跟我说说 这个是你 然后我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又告诉我 他说这个是你 然后 呃 就变得很没有主见的 对 其实你看我从小到大的话 我是属于很自由很宽松环境长大 没有告诉我说 你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结果我还是 有些方面还是失去了主见 嗯 就很难坚持一些东西吧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呃 所以说一个很搞笑 就录了刚才那一段 那既然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除了搞笑 不然讲现象之外 那肯定也要讲一讲 比如说 我这三年来到底有什么感受 当然就是有感和发 没有什么带桌准备 第一个呢就是 对于功课的学长 真的就是 你很能换一方向 就我记得 我研一的时候 就因为当时要选导师嘛 然后当时就找了 就找了我们信息学部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说到 他说 你做一个功课生的话 你不可能经常就换方向的 因为功课生是 你是需要试错的 就即使给了你一个很好的题目 然后你是在一个概率的空间里面 在一个很好的概率空间里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运气很好 你选的方向很对 但是你也是需要 那么半年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去 把这个课题给他做完 像我那篇文章 从做到发出来 这已经是一路非常顺利 就没有遇到任何的挫折 因为有老师啊 各种各种的指点 然后完了之后 这么顺利 也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更不要说 你如果有一两次试错的话 你就 根本不可能说 在很快的时间 把一个功课的方向给做出来 那你经常换方向的方 就会导致你 任何方向都是从你开始 所以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功课研究生读研的话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选好的方向之后 你很难变 真的很难变 就是最好是选好的 就不要变 那即使你要变的话 你变了这个方向 你就不要再变了 对 要不然的话 你真的会 一个是你会失去自己的专业方向 你会活得很痛苦 另一个呢 你也会上市自己的专业性 有一点 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 因为实在是 过于有一些现实和产业库 就是我一路从本科 然后知道研究生 然后就从普通的义本 然后学机械的 然后考研到了那个清华的计算机 可以说就是 就是从一个 就是比较一般的专业吧 然后考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然后在博士的话 又在这个方向上 继续在往前走了一点 一路上看到的一些东西 就真的觉得 无力改变 就是四个正常 就是 嗯 就 我有几个例子 其实说说具体 比如说 你进研究生的时候 你的水平 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选择好的老师 对吧 然后 你能选择好的老师呢 就意味着 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 科研的环境 然后包括你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这当然就是 一环一后一环的嘛 当然 嗯 只有很少数人 就是说他真的是 就脱胎换果 他吃了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 不一样的 他自己 他真的能够逃脱出 他原来的 那个 阶段 然后 他能有 他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 这么说 就是 如果你要用阶级来理解 他就是说 你生下的时候 你做不到 这个 法达利 他们说 那你这辈子能做到的概率 就很小 那你真正要能做到 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真的是脱胎换骨 你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 所以这个话 说起来就 真的就很残酷 对不对 就 我相信就算 因为有考语的同学 都是有改变自己的梦想 你们就会发现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 其实是多么的困难 就 嗯 这是负面的一点啊 但是正面的一点啊 就是说 我一路走来也看到很多 包括像我自己啊 包括像学姐啊 就你说 学姐说不是说 他所有人的那些小微同学中 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读到的博士 就是有那么多人都 嗯 就是 在改变自己的这条道路上 毕竟有坚持到最后 或者说 就放弃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 就 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所以说 这是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年纪 就是 你要改变自己 你要做出 成就 你要取得好的成绩 很难 真的很难 就是 你本来是什么样的话 你可能多少年之后 你还是 就类似于那样 但是呢 你可以改变自己 但是就是 你要做的好 这种脱胎换腹 变成一个 不一样你自己的 那个准备 所以这就是我一路走来 看到的吧 也是包括自己感受到的 那么第三点啊 就是大家现在会问的 就说 你从这个 Event啊 到985啊 到这个清北top2啊 会不会有自卑的现象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跟明星来讲 就第一方面呢 第一方面呢 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自负的人 就是我总是觉得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包括像我原来 为什么我要在我本身的时候我要考研究生 其实我一直没跟他在讲过 就是 就是很多互联网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就业的时候嘛 互联网大厂 把BAT 然后的话 就包括像华为这种 他现在还是依然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会说 去普通学校招职 其实普通学校 你想投一些比较好的岗位的话 他也是不会看你的简历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就张悦峰说的 他说 500条文的企业 他不会说 我不要V985的学生 但是他不会到那些V985的学校去招聘 就很现实 这个对吧 但是我当时就想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比任何这些人差 所以他们能进去 我就要也进去 然后 但是我知道 我现在去拿我的简历去投了 我大学里面姿势表现得很优秀 但是就很想干净永进 我就不爽这种被歧视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要考一个最好的研究生 然后我就考到了 考到之后 确实我的简历 就再也没有被 就之前我想去的那些公司给拒过 对啊 这属于我觉得 这是一个进步啊 就是说 我从来不会在这些方面不自信 但是呢 你说自卑 说觉得不如其他同学 我虽然没有真心的这样子会感觉 但是 我觉得是不得不承认差距的 就 我身边做的 就是我才读到博士 我身边做的 清华的自动化的本科 物理的本科 数学的本科 还包括像五大的数学系上 我觉得 大家的 数理基础 英语水平 还包括像 就虚实能力 我觉得 确实比我强很多 我觉得这是 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人家 从小到小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不服气 但是人家就比你强 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就是 我虽然不会自卑 但是我确实承认 跟他们有差距 对 但是也还在 就在外博的追谈当中吧 嗯 然后 从成绩方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不是跟大家差很多 嗯 对 但是从基础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确实有差距 嗯 我老师莫属 我老师 对我特别好 我是这个老师 然后然后我想说一些话 我觉得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就是他说 清华北大里面 Top2 Top5的 就是就就有 清华北大 最前面的那5%的呢 他跟 清华北大里的其他的 不一样 他们之间有一个差距 然后 清华北大的 普通科同学和 嗯 伊本啊 就和普通学校的一些组织 他们之间有差距 然后 就是普通 就学校里面有一段差距 学校之外 有段差距 可能学校里面的差距 比学校外面的差距 还大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 即使我从 伊本考到了 美学清华的 做好的专业啊 这样子 但是 嗯 可能 我将来要往前 再走的那段距离 嗯 就是更难走了 而且是更远的 嗯 就可能有很多的 就是基础 就是天赋 像学数学学 很多的就是 基础的天赋 嗯 嗯 对 大概是这样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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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要勤奋努力 当然 所有人都很勤奋努力 我觉得每个人考验的时候 都不是想当困紧 这三点的话 我可以说是 我这三年以来 感受这些的吧 我觉得我都实话实说的 跟大家讲 没有估计好和不好 就是 大家如果觉得 嗯 也对自己的思考啊 成长有帮助的话 就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 然后 我们将来再讲这个 理由科读研感受第二季 好吧 谢谢大家 然后学姐呢 每次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不懂 我不想了解 所以我就不想听 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也一开始很反感 后面我们会反省 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切灭 我们看不到他是 分食的一个状态 哈喽大家好 然后今天我拉学姐 哈喽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聊聊 就是老蒋 瑞萍 猴翠翠 这个伪夏成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猴翠翠摆大之后呢 有个分析区的UP主老蒋 他做了一些这个视频 来讲说这个 猴翠翠和风哥 是不是伪夏成 然后猴翠翠呢 就做了一期视频来回应 就是说他不想别人这样 分析他 然后把他这个推到风头那边上 第三阶段呢 就是老蒋开了一个直播 然后猴翠翠呢 就来连麦嘛 然后同时呢 风哥啊还有很多 百万的UP主呢 都过来这个分享自己的看法 史称B站春晚 第四阶段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直播的切片啊 直播的录像 在B站上传播了 很多人出来评价 然后呢今天是我觉得 我和学姐的性格 我非常像老蒋 老学姐呢 非常像这个猴翠翠的性格 然后我们俩这个成长的 猴翠翠的姐姐 然后我们这个成长环境也是很像 就是我自己是 我方法是这个县程 比较早的 那个计算机的大学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家又开了这个打印店 然后这次呢 我看到我们家还有这个 iPhone4s的盒子 就是我们是 我是比较早接触到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一代 而且呢我像老蒋一样 我非常喜欢对一些事情 进行分析和评价 那学姐呢 学长是成长环境讲一下 我就是在村里 大家看我的环境就是在村里 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农村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才去城市里面 去市里开眼界第一次 对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直播当中 他们讨论那些话题 可能对我们俩也会有些自己想法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 世界是不是公平 我觉得我和我和你的答案 就肯定就不一样 而第二个呢 就是说赚了钱之后呢 这个人是不是就会变了 是不是就会变成伪下神 而第三个呢就是 侯翠翠为什么如此的成功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就有很多评论说 这个侯翠翠非常容易激动 非常容易这个片面和自我 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来讲一下世界是不是公平的 就是他们在直播当中 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 老蒋一直在说 就是说阶级啊 差异啊这些东西 我翠翠一直说的 就是说全国农村都一样 然后互联网时代呢 其实城市和农村差距没有那么大 大家都是平等的 他觉得他跟他的粉丝是平等的 没有说什么 什么上层下层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学姐 差异非常大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我 我本身是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是所以我会留意很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阶级差异什么的 我就是觉得这种农村就是过得很苦 然后这个北上的这些公子小姐 就是非常 就是非常 又当又利 又当又利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去 关注这个外部环境的趋势的变化 就我会非常好奇 表现出来的就是我非常好奇 非常的愤青 甚至有一点悲观 这是我表现出来的 但我觉得学姐就完全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和学长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他经常跟我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经常跟我说 你看新闻怎么怎么样 然后经常跟我聊说 就是钱不是奋斗出来的 他觉得有的时候有很多时机 然后有很多投机的人 踩中踩中了什么样的机会就赚到钱了 但是他跟我讲这些 我每次都比较反感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关注那个 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行吗 我觉得 对他非常爱分析 包括这次视频 都是他拉着我说 哎我们来分析分析 然后我纯属工具人配合一些 对你看你看 大家看学姐刚才说了一句话 她就说过好自己了不就行吗 这也是侯师傅昨天在直播当中最常讲的一句话 她说我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 所以学姐她们这种人生态度啊 她就她她们是比较相信说这个世界是公平 然后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所以她不会去扭意 她甚至的听到她都当没听到一样 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她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专注 非常平和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生态度 嗯 对所以我也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听到就当没听到吧 我觉得是我们听到了 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感觉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得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 我才能顾得上别人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你 你可能出生在农村里 然后你会感觉说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主场 这是我的命运 我没有说对这个人会有什么觉得不公的 对吧 对就没有那么多埋怨 就觉得就我身在那了 那能怎么办 那就是就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慢慢去奋斗 大约是这样想的吧 所以所以我就是总结一下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叫 让我想的一句话 就叫悲观者正确 这个乐观者成功 就像我和老蒋家 我可以去分析分析很多 我是可以把它也许说的就是对的 对吧 但说对的这个事情又怎么样 但学姐和何翠翠 其实是非常乐观 非常行动派的一个人 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然后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 猴翠翠是很成功的 他做到很快的破百万粉丝 然后又是摆大UP组 所以我觉得 这两种人生态度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就是说这只让我联想到了那一句话 那然后再第二个问题就是老蒋说 赚了钱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尾下层 就是说那猴师傅赚了钱之后 会不会变呢 我先讲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赚钱之后 我觉得他不会变 猴翠翠直播当中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一直想做视频赚钱 是因为他感觉上面很空 他这句话意思 好像就是说他赚多少钱 那感觉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而老蒋讲了一个东西 老蒋说博主赚了钱之后呢 就会大手大脚 因为他这个钱呢 广告费呢是一比一比来的 他不是像这种上班这样 一天一天这样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和学姐 非常像的一点 要不你讲一下你的这个消费观念 就是你有钱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不会变 我觉得 我觉得你讲那个安全感 那个我还挺有共鸣的 就是我的确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赚到了钱 我也不敢花 因为我总觉得 万一我以后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了呢 万一我就是觉得 因为对 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 万一我以后怎么样了呢 所以我赚了钱也没有怎么变 我的钱都存起来了 都想着我要存钱买房 我觉得大城市的房价那么贵 我正在我要存钱买房啊 所以我也没有去乱花 我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比较少 对就大家如果有去看 胡师傅的那个直播啊 就是他讲的话 跟学姐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会 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是就是 可能是因为从小成长的环境呢 就说没有家庭 或者是没有家庭去给他去托底 他们是非常努力的 得到现在这个粉丝的喜欢 所以他们会非常小心翼翼 而且他们不会去 就是说去大而消费啊这样 而这个现象呢 在我自己身边这个亲戚 我也看到就是我的大舅呢 他在深圳有两套房 然后按照也是这个上千万的身家 但是他们今年一家过年的衣服啊 都还是四年前穿的那个 所以就是说有没有钱和他这个本质会不会变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码事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 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没有变 他们一直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交费官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原生家庭的关系 就是你出生在什么环境下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父母没有给你留很多东西 你就不敢乱花钱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一时间就改变 你通过赚钱一下就改变 我觉得还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学姐啊 他们这个学姐和翠翠啊 他们这个群体啊 是非常自洽的一个群体 他们是非常能够接受住财富考验的一个群体 还包括像我们家现在所有的钱 我都是交给学姐在管 所以我觉得非常安心 对是这样 就我自己平时要乱花钱什么 还得去打申请 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家庭发展 不过这个说偏了 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 我觉得就是侯师傅这样 他赚了钱之后 他也不是伪下身 他就他 他就是他们那个同等阶级的 他就是非常逻辑自洽的一个群体 那第三个呢 是来聊一下这个侯翠翠 为什么这么成功啊 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受众啊 从这个侯翠翠本身的能力啊 然后包括像B站的助推来聊过了 我这边补充一个视角 就我的视角 就是大家经常说这个有什么公司在助推啊 有什么神秘力量 我个人是非常相信侯翠翠他说的 他是没有公司的 但是他背后的这个神秘力量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神秘力量呢 就是这个B站他本身的这个推流和助推 但是呢 B站他本身这个推流和助推啊 其实是他这个他自身的需要 就是像侯翠翠啊 王芳芳啊 这些导臣UP组 能够做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 是时代的趋势和B站选择了他们 他们本身呢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穿梭者和表达者 那为什么这个流量会助推他 其实就要说到 侯翠翠发展的时间点 和这个B站发展的时间点 B站现在这个用户的增速呢 在一二线程式是已经鉴定 他要去维持他的这个用户的增长 他必须要去往这个县城和乡村去扩展 但是B站他本身呢 是这个创作者和观众的 身份贴合非常紧密的一个地方 但他本身的一些这个 这个支持区和生活区的内容 是非常小支的 可以说我们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并不爱看 说严重一点 他们其实看到都烦这种内容 对吧 那自然就要鼓励一下 和翠翠这样的小城市的年轻人 来多创造一些 就是他们喜欢的内容 那自然就要给就是说更多的 普通人这种成功的可能性 然后大家才会去更多去生产 这样的内容 和翠翠就有点像这个千金买马骨 就买来的那个马骨的这种示范作用 运来天地接同地 运去英雄不自由 就是说个人努力和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和翠翠这个案例也是两方面都有 我觉得一个就是学长说的 我觉得B站在扶持这种三龙up主 就是接地气的up主 我觉得另一个就是 我觉得说到他团不团队的这个事情 就是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为公司如果即使他有公司 他的工作分配到下面也是一个个的人 那这一个个的人 他们做的工作只做了一小部分 然后如果他给一个脚本或者选题 就能够让这个人成为百搭的话 他自己也有能力去做 所以我其实觉得团队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 不管他有没有团队大概99% 或者甚至都是个人的力量 对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和学姐的认知在这方面是同一的 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并不要神 不要去神话说这个什么 MCN机构啊网红公司啊 因为他们背后都其实都是一个个 实实在在工作的人嘛 他们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说 助推像风哥啊像猴翠翠一样 这样的这么这么大能量的一个up 所以风哥背后有团队吗 应该肯定没有吧 不知道吧 可能剪辑会有一些小助手 但是我觉得那个 那个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团队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 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社会的需求 我觉得是这个决定的 对对对 最后一点就聊一下说 大家评论说猴翠翠就说比较自我 比较片面比较容易激动 和老蒋相比以前 就是老蒋比较这个理性 终于客观这种感觉 那猴翠翠就比较激动 我和学姐的相处起来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每次遇到事情 就是我表现的好像很理性很爱分析 非常的讲道理的 对对对对对 遇到事情都能分析 就吃饭的时候 就大家知道就吃中饭的时候 我有去跟学长说 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学长聊 什么生活上的事情 每天都在跟我分析互联网现象 对 然后学姐呢每次就是 我不知道我不关心我不懂 我不经常了解 大概就是这样 但我后来觉得她这种态度 她这种态度其实也蛮对的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但是这样对比起来看 就显得我好像 我这个人认知很高 然后我好像很认真分析 然后学姐呢好像就有米不进 什么都听不进去这种感觉 但是观察久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爱分析的人 她其实是在自嗨 她是我讨好 而像学姐 像猴翠翠这种 她这种非常自洽的人 她其实是不需要 什么外部的逻辑去支撑她的 她自己是非常自洽的一群人 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是我的分析呢 这些东西呢 往往都是不太对的 而学姐呢 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 去过生活过日子 反而过得很好 所以你看最直观的就是 学姐啊 和后吹吹的粉丝啊 视频啊都做得非常好 但不用分析 不用分析来 不用分析来分析去 不用合了合了逻辑 她自己本身是一个 非常自洽的个体 我觉得学长讲的 也不是全对吧 因为她都否定了 她自己分析的作用 但其实我还 因为我跟学长谈恋爱 一直到现在 我都很欣赏她会分析 因为就是她每次跟我 分析来分析去 我都很烦 因为我觉得 你分析了又怎么样呢 但是其实就是 当时我是很 就是产品不进 油盐不听的 对各种都不听 但是事后 其实我经常反思 我觉得哪一点 她讲的很有道理 只不过我没有跟她讲而已 所以并不是说 纯自嗨 就是也并不是说 她讲的都不对 只是就是当下 你好像打破了 我自己建构的那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是努力有收获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来告诉我 不对不对 这个任何的事情 它都有时机的 你应该踩这个时机 那个时机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不努力了吗 那我还是要靠努力 所以我就不想听 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因为如果我一旦我接受 我就要去说 我要去想 我怎么样踩时机 我怎么趁热点 我要做什么样的选题 讨好我的观众 不听你的 我就想说 那我做我自己的 总有人会喜欢我 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那一套 但是其实这个整个事情过后 我又会觉得 他讲到有几点 可能会有一些道理 其实也是有听进去的 那我再多分析几句 就是说学姐和胡春瑞 他们本质上是一个 非常专注于自我的的 比如说学姐在B站 做了有两三年 她现在做到50万粉丝 她基本上就从来 不关心其他播主 然后从来也没有想过 说她是融入哪个圈子 她只是想做 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对对 就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 就是我原来 我的B站的 关注列表里面 是几乎没有关注任何人的 但是学长 他就很爱跟我分析 每天跟我分析 然后我觉得 他关注了两千多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两千多个人 买了一个B站大盘回来 对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他 所以虽然他跟我分析了 我不听 但事后他跟我分析之后 我就会把他说的一些人 关注起来 但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视频 我只是说我得听 我说我只是一个习惯 我说那我关注了吧 但我真的就几乎不看别人的视频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差异 然后 然后那就说到结果 就说像学姐这种 他们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 他就会有一个表现 你如果去挑战他 你如果去质疑他 他就会生气 他会非常反感 他情绪会非常激动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收了很多了 我之前就更反感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收了一点点 对 因为像学姐和侯出去这种 他本身逻辑自洽 然后我和老蒋 像拿着另一个坐标系 另一个三观 什么商业也好 阶级也好 的分析标准 来跟他们说阶级 说下层 说商业 这些东西 他们本身就有一套自洽的价值观 然后你要去给他塞入一个 新的一个价值观 他们本身就表现出来 就很难 就有点像被误解的那种感觉 就非常激动 对 我还是觉得我又想到 我觉得这个是跟人的成长背景一样的 我不是特别了解侯出去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和我一样 就从小在小地方成长 然后这个小地方呢 你因为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投机 取得一些东西 如果你的父母是可以用投机 或者说采集 就是那种很聪明 用别的方式来能够获得成功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农村 在小地方 所以父母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focus你自己的生活 因为你关心别人没有用 你只有关心自己的生活 就一步一步去做 然后才能够做出成就 做出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 我觉得还是就说 是不是地理决定论 还是说原生家庭环境决定论 就是这种成长环境决定论 就是比如说像王老师讲 我们可能看了很多 就是说时代趋势 这些什么房价 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 然后你们从小在这种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个事情 就我们这次回湖北农村 然后我学长跟我一起回来了 然后我看到我哥哥他们的房价 我就说我好幸福 过得好舒服 然后我 然后学长就跟我说 他说五六天在市中心就可以买 买一瓶 对就五六千块钱 而且黑套怎么的都很齐全 然后学姐 然后学姐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非常高兴 哇这个地方非常的宜居 对然后学长他就说 完了 学长就说完了这个地方 他说 他说你把你讲的这样一遍 我都忘记了 我就说完了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们买的那里 那别人的房价都已经放了三倍 两倍三倍 他们那个地方的房价 可能十年就 就涨了一点点 那之后才涨了五六千 那就没什么用 对吧 对学长当时就说 都是两个角度我觉得 对当时学长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便宜有什么用 我说为什么没有 他说那你 他说你觉得你哥哥买了房 是希望他的房价涨 还是希望他跌的 然后我就说 还有这个视角吗 因为我一开始想便宜多好 大家都觉得房价很高 觉得很痛苦 然后学长就会说 你觉得他们真的 你觉得他们希望涨还是高 那他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说 还有这个角度吗 对对就是说你买之前 你肯定说这个地方非常好 买了就非常宜居 但当你买之后 你比如说你有两套的时候 你肯定希望另一套 说你还给我翻一辈子 这个就是想法的改变 对两个人 然后那就那就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老蒋和我呢 虽然能把一个事情说的 非常这个条理清晰啊 非常逻辑明确 但是我们永远就是说 只能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切面 我们看不到他是一个 真实的一个状态 而学姐和猴翠翠 他们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他们其实是能感受到这个 这是一个立体的苹果的 他们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东西 因为他逻辑自洽 而做分析的人 永远达不到这个这个效果 所以我想说呢 就是说 猴翠翠看似比较片面 比较自我 反而是他是这个真实和全面的 而我和老蒋这种分析呢 商业的分析 反而是这种虚假和片面的 即使你看到说这个切面很漂亮 这个切面很合逻辑 但其实他不是真实的 我想讲的是这个 我觉得学长 这是他的看法 我觉得也不 反正我还是挺欣赏学长的 就是我和猴翠翠这种人 就是该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对你们这种人是欣赏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聪明 会去分析 因为我们不会去分析 你们分析不要分析到我们的头上 因为我觉得你们 你们一旦分析我们 就好像是一股外力想要 不是挑战我们 你们有一种 也许你们没有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你们在分析我们的时候 就会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你们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改变是很痛苦的 然后我们不想改变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但学长每次分析我的时候 因为学长分析完 他就会跟我说 B站的这个选题值得做 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尝试这个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赛道上 正在跑步 然后我已经看到 我觉得我在自己的赛道上 跑得很舒服 然后学长就会跟我说 学长曾经跟我说 他说B站要发展 哪些哪些区域 这些区域非常有前景 你要不要尝试做这个区域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是因为你在跟我分析 你分析了 我就会觉得你想让我改变 但让人改变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猜 我不知道侯崔子怎么想 但是我猜 他为什么有一点反感别人 去分析他 他不是真的讨厌说 你去分析这个事情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角度 但你们的分析 好像有一点希望 我去改变我自己 但改变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已经在他这个地方 坐得很舒适了 然后有一百多万粉丝 喜欢他 然后你现在希望他去改变 他觉得很痛苦 我猜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觉得学姐就说 他当下呢 他会有点反感 但他其实事后想来的话 老讲的分析 可能对他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一开始很反感 但后面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反省 但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其实说起来 其实我们虽然有差异 但是我们是 始终是一个这个 战友和这个敌对的关系 是互相帮助的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互相帮助的 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我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我和学姐 从这个自身啊 聊了一下这个 侯翠翠和老讲 那样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长期 我和学姐这个长期 这种差异的相处下来 我觉得我们俩是 处于这种 互相欣赏的那种状态 对 他会觉得就是我 能分析这些东西 好像比较厉害 但是我实际上觉得 我觉得说 学姐能把事情做成这一点 他更厉害 那所以大致实际上 那我们俩相 日常生活相处起来 我觉得是互相欣赏 然后是比较愉快的 两个人 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 喜欢我们这样的 一个对聊视频呢 我们后面也可以出一期 就是关于马都宫 这个社会化抚养的问题 聊一聊我们 年轻人对这种 婚育和养育孩子的看法 我就是觉得 大家应该多多给三连 因为学长特别爱分析 然后特别爱讲 陈哥我讲我真的很烦 如果大家多多给三连 那他给大家讲吧 那学姐回房子聊 我觉得她那边有风 肯定很冷 快去吧 还可以 拜拜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室 看一下我平时直播学习的地方 同学们刚好去吃饭了 我平时会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样背对的 就直接照到这里 然后我还拉了一块黑板 就大家平时就只能看到这一面 然后对面是动物园 然后这边经常有时候 下午会有阳光射过来 所以的话就会射到这边 所以这就是我的工位 还挺舒服的 搞了一台Windows在下面 然后它可以接两个外接的屏幕 然后自己的电脑有的时候可以接这个大的 然后最近在复习考试 现在要抽个十多分钟 剪一下上周去看华为的一个视频 然后待会就记在这个的后面吧 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我经常会和我的同学讨论 就是说我会问他们说 你会觉得比如说前20年的可能是互联网的一个世界 然后你可能知道了 可能就是起来了像BAT这样的一些公司 然后的话 你如果当时在当时有幸加入了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 你可能你个人的发展职业发展 包括像人生发展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吧 然后近10年的可能就是移动互联网 像美团像滴滴像字节跳动这样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公司的兴起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在10年前的话 就意识到一个这样的趋势 然后加入一群这样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你个人成就应该会更大 因为比现在来说应该会更大 就像狮子王说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become now 就是你会比你现在应该还要强得多 我就会问他们说 我说你觉得下一个10年的话大概是哪个方向 然后我们大家就有人猜说是不是AI 是不是人工智能 是不是IoT 是不是物联网设备 然后我当时提出一个不同看法 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车 我当时就有个想法说 会不会是车这个方向 因为几个秒的时候 就是当时国内三大造车势力 蔚来小鹏滴滴 虽然说都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然后到处找融资 但是的话像蔚来的股价的一波暴涨 像国外的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疯涨 就会让人想到说你看像这样 像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说你 就会给人家就会给人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最缺的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告诉大家说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是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真的有点看不清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原来看微软 可能前十几二十年提出的那个口号 叫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个 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台PC电脑 就一台台式电脑 每个人家庭里都有一台台式电脑 但是这个愿望的话在当时来看 我觉得就很天荒夜塔 就是每个人要这种计算机在家里干嘛 但是现在光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可能手头上掌握了这个三到四台这样的计算机 所以的话就真的就是实在的发展就会让人想不到 而是要包括原来那个iPhone出来的时候的话 我还我就听 所以当时像iPhone出来的时候我就听身边的人说 他说我更愿意使用智能手机 因为因为觉得觉得按键就更方便 但现在现在的这个实在的发展 但现在现在的事实就是说像诺基亚这样的这样的案件机 已经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然后移动互联网给大家生活的方方便便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未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改变大家的生活 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里去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车 就现在大家可能可能不单单能把它想象成一个一个就是出行的工具 现在上次开会的时候 然后华为华为就有一个副总裁还是华为车的华为 华为智能车的的负责人就提到一句话 他说他可以把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结点 车壳只是它的外壳 这样的来理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你就可以把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结点 然后它可以像智能的计算设备 像大家的手机像电脑像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变成车等于像是手机等于像是电脑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车上 可能未来十年会真的会发生一场 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场革命 这是一个要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然后去做需要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去做各种各样的软件一体的一个设备 然后去无数的开发者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觉得正有可能就是开启万亿的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程 我觉得是今年是21年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未来十年最有希望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像IoT像AI像边缘计算像这些我们原来提过 就是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方向的那些点子 他们也都不会差 但是真的有可能说开启进入到改变每个人生活的一个点 我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车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很有可能错 因为预测未来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都是错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是周日下午的4点多 然后这个星期的周末 刚好是我们学校的110年校庆 也是我们新华深圳研究生院20年的院庆 然后这周刚好华为云在这边搞一个开发者大会 是一年一度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去年我在华为看微软战略的时候 其中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就是他的开发者生态 他的CEO上任之后 把他自己从一家传统的做PCG的一家厂商 再转变为做龚友宁的一家厂商 然后业绩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 在疫情的2020年股价也实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后华为其实跟他在开发者生态这一块的话 做的跟他有点相似 我刚才看他那个展板上还写的 就是每一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我觉得无论是像华为还是像百度 还是像我们国内这几家做更有云比较大的一个厂商 他们现在都逐渐在注重开发者生态的这一块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就像我身后的这些板位 每一家都是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比如说像深信服 像优诺科技 他都用他的一些华为云云的产品服务 去做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去提供给一些大的客户 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个叫云AI史呢 就我原来没做调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其实就是可视化他也是一个非常 应该也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 所以会有一家这么个东西在做这一个 因为你有些东西就算你做得很好的 你如果没有可视化 他还用3D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 他往往就不能收到客户的钱 所以他们像这种公司的话 政府还有一些2B的一些 他们给一些非常大的定单 比如说他从一些就一些大客户那边 可能一年就会有个好几百万 就是专门做可视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写的 他应该就写一些模块 然后可以做到一些产品的可视化 我觉得华为这个公司 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你在国内你如果听到一些 大企业做的一些事情 你只要听到说这个事情的话 你都能猜到这个公司可能是华为做的 就比如说去年我在华为实习的时候 然后他也有讲了 他们就传到一个故事就是说 好像在海外哪个地方发的疫情 然后华为大概也出了一架包机 把那些员工都接回来 那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不用说这个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你就可以猜大概就是华为 因为像国内的话 你看即使像阿里啊 腾讯啊他们这样的公司 他们在海外他们其实业务更不多 他主要还是在国内 然后另一个的话 会像华为说去包一量 积极把员工接回来这种事情 也就只有华为会做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办这种大型的那种展会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展示出来 因为他们的客户的话 往往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 他是像一些 像一些大企业 或者说是像政府那样的机构 所以他会做那种大型的展会 面向于突币 所以一般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只有一年就是会 只有一次这样的机构 所以过来看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信息产业 一些很新的落地的一些技术或者产品 而且电影会 最高的好少的 光了一圈啊 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学校 然后华为的这个展会呢 我觉得我有三个对印象特别深的点 想跟大家分享啊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特别全 就华为的这个展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科技进入到各行各业 然后到每一个方方面面 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呢就有像这个AI家开发者 AI家开源 然后还有AI家这个科技向善 包括说你怎么样用这个数字世界 还有包括像AI的能力去服务 像这种听障人士啊 长障人士啊 就科技向善也是大家都最常提的一个点 然后在他这个展会当中呢 也也都提现了 所以就特别的全面 这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呃 像我想起来就是看微软的那个CEO的那本书 叫纳德拉写的刷新 其中其中提到的两个点呢 就是说呃其中其中提到的三个点 就是你要构建这个公有云的这个生态 从一家这个做设备的厂商 然后往下做云的厂商呢 大概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 你要构建自己的开发者生态 第二个呢就是构建开源 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华为的展会呢 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三个点啊 第一个就是开发者 他在他的展牌上就写 就是说每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然后也有很多的课程去引导我们高校的学生 包括像社会上的呃 所有所有的技术能源去转型为他的这个开发者 而第二个呢就是开源 他有专门的一个呃 掌位去讲他他这个开源做的大概做的哪些的工作 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合作伙伴 就他的整个对面的那一条长廊呢 就都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帮他做的一些他的产品服务啊 还解决方案的一些演示 就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像 他跟他说虽然是有一些方面是性贴 但是但是他也是他的这个头号的合作伙伴嘛 因为他把他摆在了第一个的这个掌位上 所以这个我我觉得还是很印象深刻 就是说你的这个2B的这个整个万亿级的市场 你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可以做完的 然后你要去找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点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我要整个这个大活 我的这个手机已经用了五年了 才是一颗摄像头5年 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所以呢我就给老婆买了一款这个新款的iPhone 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给我 我呢就可以把我的设备进行一个升级 就是这个一时二鸟 一键双雕一键三连啊 那我们把这个新的手机藏在学姐的这个办公桌下 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这个秘密 惊喜 婚礼吗 不好意思 两个男生都嘎不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这个东西是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 相信这个 每年都会更新的 手机啊电脑啊 猜猜我把它偷偷放在哪里 这个就在这个作片上猜一下 哎呀学长太幼稚了 真的是太幼稚了 有个意外情况出现 什么意外情况 等我30秒钟 我去拿个东西 30秒钟就觉得到达战场 到我来了 什么 哇 学长已经刚刚偷看到一个角落 谢谢老婆 等一下吧观众粉丝们还没看呢 噔噔噔 噔噔噔 这一个这么大吗 这个应该是16英寸的麦克风 1T的内存 噔噔噔 哇 紫色的是吗 闻一下闻一下 闻一下 好土啊 学长这个 对 学姐 我真的 这个是我家伙最搞笑的开箱视频 我们一起把它点亮 它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夺走了 你好 真的 我一开始收到新手机 我以为我就是会很平淡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手机还真的蛮开心的 当然 这会是三十年时间陪你最多的一个手机 这会是三十年时间陪你最多的一个手机 嗯 因为我心情很激动 感谢各位相信父老 感谢老婆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我们夫妻俩其实很少有这种送礼物的环节 是吧 但是我在开箱的时刻 开快开吧 哎呀我的天 我受不了 学长是我牵过最 开箱最慢的人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哎呀 我还真是服了 快点 有点拆礼物的感觉 哎呀我的天 学长真正 好了 你干什么今天表现的这么粗暴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有没感觉 十六寸的真的好大 忍一忍 你看 他跟我说话 你看 那我天天跟你说话 我没见你这么激动啊 你平时是因为Language 而是重要以简体中文 作为主要的 哎呀好了 简体中文 请看下来 兼键 舍不得用 我的天 老婆 对我太好了 你给我用吧 你舍不得用 我帮你用 另外呢 也接水也 昨天电脑接水的事情 提醒一下大家 它的这个电脑的出风口是在这 所以你的水 如果撒到这个键 它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你会 可能修一下的话就会要七八千 甚至更贵 所以大家呢 进水之后 要做的一件事情 千万千万千万别开机 就是这样 然后拿到电去 不要通电也不要开机 拆开了 清洗 只要你不通电就没事 你通电就完了 你就是你拆开清洗一下 两百块 然后你通电 八千块 八千块 谢谢老婆 哦 你的手机小心要掉下去了 我的天哪 我的手机不小心放冰冰了 谢谢老婆 我的天哪 我今天要做梦梦 别人做三雄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非常非常早之前 就想有一台 就是16寸的电脑 因为真的就是14寸 那台用的真的很卡 那我非常非常早之前 就真的很想要换一个手机 今天呢 就在大家见证之下 开箱了我们的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期视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日常用的一些 这个生产力工具 当当当当 陈老师开始上课 回答一下 大家经常在频道里 给我们的一些提问 比如大家经常问说 学姐坐的椅子是什么样 可以 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时间 让它焊在椅子上 然后学姐用的显示屏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这种 粉丝滤镜 就觉得学姐用的东西 那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 主要回答一下 大家的提问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在这个 大部分和评论中告诉我们 可以这样 高低的可以这样拉 然后 虽然它可以这样竖起来 但是学姐 但是学姐从来没有 让它这样竖起来过 我觉得它这台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接线比较简单 它只要把电源线 和那个HDMI线一接 然后学姐很快的 就可以使用 所以它之前放在 它的图书馆用 然后现在带回家里来写电脑 然后陪它度过了 它这个博士论文的时间 说我自己本科是机械专业的 我觉得那就一定要买 是windows之类的 然后我后来去了 这个计算机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8% 90的朋友 他们都用的是这个 Mac电脑 后来我就转到了 这个苹果系统 这个下面呢 都是有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在的 所以对于新手小白 我觉得最方便一点 你就是去看你的前辈 看你那些真正的工作场景当中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器 然后你就跟他们选 一样的机器 这样是比较好的 其实跟我学摄影的时候 他们说 你有这个尼康党 有这个什么加兰党 那你怎么选择 加入哪个党派 他说你应该就看 你身边人用的最多是哪个党 然后你就应该加入那个党 因为这样你们 平时有问题的时候 还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你也不会走很多弯路 这样具体来讲一下这个红机 就我刚才也说过 我在工作场景当中 用过小米华为联想红机代 其实他们的系统都是windows 然后他们都大差不差 但是就略微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像红机的这一款 它就是很有性价比 因为它的接口都很齐全 我在大学里面 就没有遇到说苹果 宏林就说 买转机器 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虽然有点厚有点重 然后屏幕的色彩还原 什么的都不是很好 但是它就非常适合一个 刚上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 作为你的第一款的一个新手电脑 我当时画CAD 画Solidworks 这个电脑的续航不长 但是有点像你一个老家的朋友 他就不是特别精英 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他就跟你很贴心 他就能完成你的所谓的需求 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 我后面又认识了一些 什么小米华为 我觉得那些就有点像 可能像去这个城市之后 认识了各种平平平平平的人 比如说小米可能坐的老一点 最后华为有那个摄像头 它在那个键盘上 你按一下那个摄像头 可以从那个键盘上起来 它有很多创新的点 它就像你长大之后 我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 在我心里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只能记得 就是我这台在老家的朋友 他的能力不会特别强 但是他就是陪你走过的一段 大学时候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 就是家庭比较一般的同学 如果想录第一款电脑 像宏基的这种类型 就稍微厚一点 然后技能比较强 Windows是比较适合 新的小白的第一款电脑 到了这个能长大之后 总是要有一些稍微高级一点点的朋友 就高级赶入门的一个朋友 然后这就是我亲戚 送给我和学姐的研究生和结婚礼物 就是两台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贵是有贵的一些道理 它跟老家的朋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它比较稳定 然后苹果电脑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创作者 包括像视频创作者 包括像我鞋代码的技术 软件技术的创作者 因为它的底层是Lineus的内核 然后它的整个生态 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些编程的工作 去做一些创作的工作 它会有很多细节的适配 比所有电脑里生产力最强的一台 大家肯定猜不到是哪一台 就是学姐最薄的性能 又不怎么抢的这个Mac Air 学姐用这台电脑 起码剪了有100个视频 这台电脑对于女生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友好 因为它是非常小巧轻便一些 而且学姐觉得颜值也特别高 这两台电脑就陪我和学姐 总共的研究生的死亡 那人总是要长大的 现在研究生学姐博士都快读完了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装备的升级 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小知识 就你们去互联网公司 或者去一些大公司时期 那公司一般会给你配一台电脑 比如说我在华为 配的是华为 那我在自己的时候给我配的是联想的 升的时候学校给我配的是戴尔 然后我现在在阿里时期 给我配的这台就是MacBook 就跟我是一样的 然后唯一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有一台这个bar 就是这个 这个就大家觉得很高级 你上面可以点很多 这个什么表情包 然后平时可以拉进度条什么事 但说实话 用的次数绝对不超过5次 所以就非常不实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后面的版本把它砍了 也是理所应当的 关于旧的这台MacBook Pro 其实它有一些故事 是它这个叠型键盘的 它这个键盘的设计上 有些供应上的缺陷 这就导致了 它有些地方会断轴 这里压上去之后 它就没有那种感觉 虽然能够用 但是没有那种感觉 就有一次 我就把它拿去做了一次 苹果的售后维修 就去修这个键盘 结果意外得知 这台17年的电脑 居然它可以把你的下方的这一半 全部给你换新了 就因为它的这个供应缺陷 然后保修性 就可以从这边再重新开始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苹果的这个社会维护 还有一次社会维护 是我两个那个苹果的耳机 有一个坏了 然后结果拿到那个电影区之后 它把你这两个 直接给你换一副新的出来 结束了 我还是这个丢了 然后结果那个 最好还是丢了 嗨各位小伙伴 我们又回来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期 迎来了我们第一位女嘉宾 大家请把排列打在公屏上 然后这两个同学 是我们学校的 新华大学游戏专业的 所以也是很神秘 我原来说 你像清华就是为了打游戏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跟李建一起来 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好 我是金珍 不要再听到我叫金珍了 我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小up主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主页 去看一些有没有没的东西 好这次的话 就正如陈总局所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国内首个游戏专业 就是我们清华和腾讯 一起凉拌的互动媒体专业 而其实我已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选游戏这个专业 毕竟这个专业是刚开设的 可能会有很多的分解 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因为我是游戏玩家 就是虽然玩的游戏不多 但是还是很喜欢玩游戏的 所以另外一开也跟我本科专业 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吧 虽然不完全对吧 不但后来我就成为这个 我选这个专业 其实最早是从技术开始 很喜欢这种音话的一些反馈 然后再加上互动的一些刺激 然后这种形式呢 就它可能有两条路 一个是总是国外有一些什么 专门搞什么西冰体艺术类似的专业 还有游戏就和这个人比较强先关了 就你用各种各样的共同形式去做 然后当时就看见这个 在网上看到的企划 然后就有这个专业 然后我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 其实当时我还不是一个 就玩游戏特别自知那个玩家 我只是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来了之后 逐渐被这个混为感染 现在也是已经相对的游戏小白 现在慢慢的 然后最近作业太多了 等到假期的时候 一定会好好玩 这次才是专业 不要因为学习忘了专业 既然作为游戏专业 我就在想 你们肯定是喜欢游戏的 因为你们小的时候 是那种传统业上的学霸 天天就好好学习 还是说可能会 特别喜欢玩游戏 而去可能游戏第一 学习第二 就什么感觉呢 我的话 我小时候 家里管得有一点盐吧 但是我还是 就有时候可能会 比如说 借了别人的PSP来玩啊 我其实也差不太多 但是正常情况下 就像上学那些什么 其实我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套路 就是正常要再去上高中 上大学 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喜欢去编一些故事给别人玩 所以那时候编游戏 就是完全脱离电子设备了 然后可能是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嘛 然后我就把小说里的某些情节 某些人物看完了之后 然后我就 当时就非常幼稚 我不清楚在别的小朋友之间 有没有什么情况 但他们就是我看完之后 然后可能我就是 让大家每个人饭演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领域 然后有自己的什么 然后呢就是互相之间的攻击 或者遇到了什么 天灾云或是遇到怪物 然后就靠这个除暴寺 然后来决定这个输赢 然后一盘一盘打 然后我们会发攻击 然后还会记一些血量 其实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个 就是只要我一下轮 然后我就会去找各个 就是其他的脚本 我就把脚本银叫上来 就他们 我都是轮番子他们玩的 就是他们可能玩到中午 需要上鱼吃饭 然后其实我转了一个 然后呢我就在等10分钟 然后我再去叫下一个 就下一个都是PC 对 然后我就轮番给他们玩 甚至我玩到这种情况 因为我当时其实 这个影响非常深刻吧 就是他们的家长 就拿着饭下来喂这么吃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楼里上玩 就是我在那一项 那你当时应该在孩子里面 很受欢迎吗 因为我在那个孩子 我相对来的时候 要连长一样 所以让我说 就比较带着更忙 就是当时就这样 你那是什么客机一闻 你那是什么客机 没有 我们会收集一些小瓶盖 什么当做一种可能道具 或者什么 最早的客气 我当时玩过家鸭子 我就没有这么高级 我原来就真的这样的大招 不过你的本客 按我的一切 应该还是很绝对的 那个应该还是很难拿到 那你又是这个 好年还是活奖的 我当时走的路子和大家 其实不是特别一样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种巡围岛剧的那种 但是呢 我其实也有一点想这个方言 所以说但是我走路的 就是其他人可能是 正好要学商科的东西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学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商科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也没太用处 我记得他想 像他讲的这个东西 我上网课 我已经都把它看了 我为啥要学这个呢 所以说我就走那个歪路 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人学这个 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学了 对我就学了各种技术 身体工具 对 然后就能打这个豪端子 做一些什么 牛蒙生 做一些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 有趣的互动的一些开放 然后这些东西呢 也能用到我的课堂的作业上 而且还能做别人不一样 还能拿包装的东西 对 所以当时我就进入到这样一个 重反馈里面 我就不断地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 老师可能也都不太会的 可能我们的专业老师都不太会了 然后然后就是 这样就感觉你要开心 然后你就继续写 继续获得什么的 而且给你参加一个小 因为我最早是从CCD开始学了 然后我自己也出过一些课程 在这种网课堂 同学堂上 就说要课程 就说应该把他课堂练节目 就这个 那个还有语达费 已经发出来了 何老师 何老师 这个等到这个 有活动的时候 给给大家免费 199 是什么 差不多 在同学上是一个199 然后另外一个是 曼玉尤几千 对 对 厉害 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上过你的课 这个 因为我有在王爷爷课堂 你一定有上过课 对 但我忘记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对 对 很厉害 其实我蛮想的 会与何一个问题呢 因为你之前是在本科 都是在国外读的 我就蛮想问 在国外的话 这样一套游戏的专业成熟度 会不会要是国内高分钟呢 如果说赚钱最多的话 刚才国内这几个场 侧重点不一样 就是 都是 都是 第一第二 但是你要是说 游戏质量的话 或者说就是 当然这个东西不太好量的话 但是就是你要是玩了以后 你就确实能 你能看出就是国内跟国外游戏是有差距的 嗯 就是他们 就是一个是可能那种像比较工业化的那些游戏的话 它是 就是有一套很完整的那个制作流程 嗯 就是会 就是它能稳定的生产出一些质量 就有一定质量保证的游戏 然后另外它像比如说做一些那个独立游戏的环境会好一些 这个商业潜力我这一块就是也不是特别了解 它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的商业潜力发挥很大 如何量价值客机之类之类的 你们同学有的做很懂一个怎么克制这个事情 嗯 估计大家都不是特别懂 估计 但是对得知道这个 对得知道这个 老师特别懂 我们有老师确实懂这个 就是他上个的我记得有一套策划说嘛 他就专门讲这个对于不同复辉类型的玩家 如何让他来就是有一个好的体验 如何让他在这边复辉 就给他设计条曲线 把包括他的关卡啊 难度啊 系统的都要动下来 根据他的这个复辉意愿来调整 是吧 如果挖挖一个潜在用户 包括这个存量呢 实在是吧 是吧 别人都一听这个游戏专业都反正哇塞 人家就天天打游戏应该非常的开心 因为你们这么一笑好像就软件不适 那你们觉得这个 你们这个专业的日常是什么样 是枯燥的 还是说会比较有趣呢 对于我来说还是像这些作业呀 还是给了我一些练习的机会 有些东西我做 我做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也有一些做起来不太开心的东西 学习你学开心 这就真的已经很错了 半年 对我开心的 嗯 确实 我其实更大一分的 乐器来自于这个 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 因为就是我和我们组论的两个同学 我感觉还挺聊的 就是 我感觉学习生活 其实和本课也差不了 特别多 都是上课 然后写作业 然后这个吃饭 是干嘛的 然后在这个组织里 但是多的东西呢 第一个多的东西就是这个 周围都是不同专业的学生嘛 非常有气嘛 就是聊到很多一样的东西 又可以捡它了 然后又有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所以感觉到快乐 你们刚才也有说到 你们这个专业都是来自于各个不同背景的人 那你们这些不同背景的人 就平常做项目的时候一起交流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交流啊 可以更加的高效 就虽然说我们有可能每个人 都是什么东西都要会一点 但是毕竟还是书业有专攻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他他最擅长的部分 组里要有一个leader来 把控整个那个项目的进程 对就做出中间的过多层的家庭 这其实就跟管理学 这两个人这样的工作量很少 我也想做这个意思 就是好像他没做什么 但是你要没了他不行 他是这么一个职位 他要那个就是 他要相当于去负责 整个游戏是怎么样的 就我可能做出来一个东西 不符合这个游戏的 不符合游戏的基调 或者就是不符合这个要求 他要把我的东西否掉 就是最终要有一个人来把控整个 我感觉就有点像是乐队里面的指挥的感觉 反正指挥并没有拉某一个乐器 但其实还是很重要 这叫我工作里面就是催别人家叫PPP的 PPP今晚要给我 炒播一下最随便早上要给我 晚上还是有点不符合 然后PPP给你产品经理就好 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 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进清华之前 对这个专业的憧憬是什么样的 进清华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猜一下 久久都打游戏 然后进来久久都干做一个 毕竟研究生 你不能光靠着那个课上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 这也是一个认识人的平台 然后也是一个学习各种东西的平台 我觉得就是要把握好这些机会 我说你能客气 其实就要靠自己 大学大学大家自己学 逼你 逼你一大学 就是本课的时候我们是 大一的是大类 就是进去没有选固定专业 然后走到大二的时候再分级专业 这时候你就能有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充分了解 有很多专业老师来上专业开了课 就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专业发展以后都干嘛 现在你师兄师姐一个月月薪多少 每天在公司 在什么公司上班 你大概心里有多 没有讲求有多 这个不然讲 老师们都在讲 学生们都在主播放 说你这个学长现在没有毕业 什么 接外包一个月都能一两万 你心不心动 就比如老师就突然会这样说 然后当时就听到 哇就这个好厉害啊 所以说就是 相对来说就是 大一到大二不是选 这个具体专业的时候 还会清晰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 严学生这个相对来说 就没有这么清晰了 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我可能就马上搜到了 然后立马我们就要去参加下课 今天时间很久 那我问你个尖队的问题 你看你吗 但是干啥我觉得 都是大家想问的 就知乎上有人说 那你的天上清晰就在打游戏 你们对那个说法呢 什么情况 我其实也会打游戏 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带着一种 就是 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 以前那种就是完全带着玩玩 非常开心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研究一下 它为什么能做的 让我觉得好玩 是吧 它是用了什么机制 然后这个机制我能不能拿走 是吧 能不能放到我的游戏里 我就是打游戏会不会很累啊 可能 其实就是在于这种分析嘛 而且我们其实就尽量会讨论 就是谁又发现一款游戏 它我是特别新颖的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开始讨论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戏 这种游戏会让多少人 让它上一坨 或者让多少人 对它就是非常感兴趣 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 不要把爱好当作学习 不要把爱好当作工作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那真的是印象问题 你会在后悔的爱好辨词工作 其实我怪人的话 我是 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还是以玩家心态来打的 就是 我打游戏的时候 会是不太考虑那些事情 但是我 我事后去回想的时候 会在意 就是 它为什么好玩 它为什么新 这些 张晓鸣说的 那种这样的 完全变得用户的心态 很难 那样其实 其实是很难 我们自己其实也很纠结 在想 就是我们就是做游戏 我为什么要搞一些 非常偏特研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只要做了一个爆款 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 腾讯的当时工作人员 就是其实我们 南下人员还没跟我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内没有这种专业 没有这种研究性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他们的东西 都是摸着石头和 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 就是不断地做 然后不断地失败 然后让市场来验证 然后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了 就过了可能有时间经验之后 他们到国外 已经经过国外的那一系列了 就让他们的课发现 他们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总结出来 如果我们早知道多好 对吧 就他们就 对的 所以说 我感觉现在更像是 把这一套的 就是非常科学的体系 给它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 后面会更发展 会更快更好一些 而不是说大家就是 完全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张法 要跟开极单 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张法 都是宝贵的经验 但是有那个学校介绍 就是更有这种 严谨和科学的性质在里面 我都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好 对了 而且我觉得包括现在很多的 物理化严和科学 之前都是从经验 总结成一套体系 然后才出现 也没人家学科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是不另外的 对 所以清华台座这个 现在好像很有勇气的 其实感觉不在心 就是开一个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们这个专业 还在也在评议里面 就你们接下来 也上了学期了 就感觉 迷茫有没有一点消极 还是说更多迷茫 迷茫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 只要是去了解一件事物 或者说去进入一个专业 它都是带着一种 波峰的曲线式的 你开始不了解它的时候 觉得迷茫其实也还差不多 就是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一旦开始了解它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迷茫 越来越多的迷茫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了解到的 只不过是杀单上的一个被课 那种迷茫 对对 然后但是 如果你深入去生耕了几年 或者说你真的去 自己亲手去操刀 然后做失败有很多想法 做失败 做失败有很多想法 然后这时候 你就会对它来 会越来越清晰了 你就说好 我就搜回去 哈哈哈哈 你咋是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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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奖辈 他们对这个游戏 是真的非常的痛惧 他们就感觉游戏这个东西 就玩物丧志 精神鸦片的感觉 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你们会觉得游戏这种东西 会反害而无力吗 这个必然不适合 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 就是前几年 日本的一个游戏 叫做刀剑落 然后现在国内 应该是也有引进的 就是它 它是 它是一个女性像的 日本刀你人的这么一个游戏 它其实本身的游戏性 不算是很强 但是它因为 就是给每一把刀 就根据它的那个历史的 真实的历史故事 去就是进行它 给它做人设 然后写它的故事 日本人对于那个 日本刀的那个关注 一下子就拉得很高 就会甚至会出现了像 就有些博物馆 它就因为这个刀的缘故 然后一下子筹到了很多钱 然后就去修复这些日本刀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游戏对于文化成员 对 帮助物馆 推动 推动 对 我觉得 就是肯定这个百号 还无一例 可能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 就是从很很 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从很早很早的时候 不管是中国古代 还是这些古希腊 都会有游戏 那它们的游戏可能是 就是从那起源开始几张 它们都是偏向于一种 功能性或者说教徒性的 那比如说它通过这个游戏 来让你来锻炼一些 你生存的基本 或者说你熟悉的一个技巧 对吧 大概是这种的 然后可能包括像这个 粗菊 或者说一些什么 就是中国古代有很多游戏 什么一些这个文人知识 它们经常去玩的一些 对吧 可能到现在的话 就是电子设备兴起之后 然后就是 就会出现一些 就是能够一直让你去干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你手机 你可能会天天一直拿着 对吧 然后你可能也不需要 就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不能玩个游戏 你需要把人都聚在一起 是吧 或者说就是相对来说 条件磕磕一点 但是技术一发展 可能就越来越简单 我觉得越来越容易 把你这个随便好好实验 这个侵占 而且大家的这个 就是国内的这个环境 包括一些场上 可能目的就不是特别单纯 可能不单单 就是想让你去 享受一次非常美满的体验 然后作为你人生的一个回忆 可能并不是这样 它可能就是想让你 把你时间都拿走 把你钱都拿过来 然后他们目的 就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 所以说在这种 要嘈杂的那种环境下 好坏其实都是有的 那比如说我看 刚刚这个 有一个例子 我其实也有一个例子 是偏这个游戏 就是非常有这个 社会价值的意义的 有一款游戏 就是专门在这款游戏 玩的就是一个折叠蛋白 然后它是一款 这个科研类的一个游戏 就是科研类 他们好像在研究 这个逆转部媒 它的一个什么 构造的一个折叠方式 但是可能有 这个东西给游戏化了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市场上 然后很多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性 比如说一些比较 或者一些在里面 一些未知的一些 创造的空间 去发挥自己想象去创作 然后只隔了这个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把这个科研类 给解决掉了 我觉得当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还觉得 《品牧小思议》挺厉害的 通过这种形式 对就是说可能游戏 除了很多人觉得 就是娱乐性之外 它还对社会的各个方面 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影响 比游戏和电影一样 都是做了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 而且我觉得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其实我感觉 游戏就是一个工具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 它就像你把刷刃键 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坏处 它的确是会让很多人成瘾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它有好处存在 而且像他们所说 现在有很多人 是想要把游戏这部分的好处 体现出来 所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去推动科学的发展 去推动文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因为今天晚上我的好朋友 珍珍 她不是就来跟我们一起做阿克组 做朋友采访系列 今天是她工作大概快三个月了 然后她就回 刚好我也回学校了 她就回来跟我聚了一下 然后我们互相分享一下最近的状态 然后我让小伙伴说 在动态区提问 大家果然是很不讲礼貌 然后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不过我们就喜欢这样 对吧 你们不讲礼貌的提问 然后我就大概也写了一下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就一条一条的回答 首先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工资怎么样 她说这个是有保密协议的 就是具体的是不能讲 当然我就问她说 我就问她范围 我就说你现在每个月月入两三万在这个口袋里 在这个口袋里感觉怎么样 对她是做程序员 就大家知道的 对 然后她就说 她说现在这个钱到口袋里呢 因为我们也不花钱 然后她是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就是说觉得没变化 因为这个钱的话 她拿到了之后呢 她平时也不怎么花 然后平时 她也 因为她很早就存了钱 然后她也在老家那边买了房 然后她就觉得 没感觉 第一个就没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说她说她想 学一下投资啊 学些什么 她问我的看法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什么三百万一千万之内的 我觉得就没必要去考虑投资了 但是 但以后就是说真的很专业之后 才去考虑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 过了 第二个问题呢 这些入职要求啊 首先我们不是给俄厂打广告 我就是我们是称一称她的乐度 首先是学历上呢 嗯 其实并没有就是向大家传说就是 妈呀一定要怎么985 要要 然后一定要怎么留学 一定要硕士 其实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很不准确的啊 其实 嗯 职位的要求应该都应该要这样说 就是说要 要有这个职位和你的能力的匹配度 就是说我招你这个人竟然你是要能干活的 那当然他就会说啊 那我通过学历啊什么什么去筛选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因素 其实我也在语学厂里面又见过一些本科生 然后学校不是很好的本科生 其实也都有见过 所以其实网上很多人 我觉得是有点乱说的 就是说 学历留学科研 这些东西其实 其实留学科研这两个东西就最离谱 就这完全是 就跟工作就没什么关系的 对 然后在选部门 而常常有很多部门 然后之前网上有一个 就是说对各个部门 就六大部门嘛 比如说像我们微信在的那个部门 然后在什么PCG 做游戏的IEG 什么什么 这六大部门 他们会做的一个评测 就说每个地方的工资怎么样 然后他的工作强度怎么样 然后在 对 他网上会有一个这个图路 你们去知乎上面搜的话 应该能找到 就是说 而厂各个部门的评测 但是其实找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更看的是 你的岗位的match度 跟你在的那个大的那个部门 是没有太多的 我觉得关联度吧 因为大家就要知道 现在像现在的这些大的厂 像像这个华为好像都快有20万人了 像腾讯的话大概也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快10万 但是像之前跳动 好像去 我去年在的时候 好像就一定有10万多 10多万了 对但是你想一个县城才20万 你就有点像说 你是问我说 你住在一个县城 你到底是应该住在成东 成北成西成南好呢 其实就没有没有那么所谓 更关键的就是说 你在这个大的这个集团部门下面 你要在什么岗位 要跟你自己会更匹配一些 对吧 产品运营开发算法 或者商务战略什么之类的 对看你自己的 看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和匹配 第三个想问一下 原辅导的那个同学最近怎么样 你们这些同学啊 哪壶不开庭哪壶 大家你们都给我点赞 就这次如果超过两千呢 我就去问一下他好不好 大家我们说话算数 大家给我点赞吧 就超过两千的话 我们就去问一下 刘福导这个同学他怎么样 不太礼貌是吧 我为了大家 我就豁出去了 第四个呢 解决一下这个欢乐斗地主的 那个斗主问题 或者说冲QB有没有优惠 就这个据我所知啊 就有的部门好像会发一点点的一个QB啊 但是怎么说啊 就就什么解决什么 或者说微信能不能看别人家聊天记录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很无厘头 这是比较当笑话讲的 就是就是不会是 不会是就是说真的可以解决什么斗地主的问题 或者说偷看别人家微信聊天记录 这种是不可能的 这种肯定是红线 就是就是如果看了的话肯定是我没开组的 然后第六个 嗯 打工啊 就说这高学历去打工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现在这么年轻 然后的话我觉得 嗯 就我们出去高学历 我觉得打工怎么说 打工是为了学东西吗 又不是说就一辈子就为了 就是为了 我我我我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同学出去做工作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赚钱嘛 那还有一方面肯定是为了自己学东西 然后为了自己未来的发展 以后做更好的做自己的东西 就你现在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刚上完学 然后就算上完研究生 你一出去你就要干一份自己的实验 你当然你能找到这个方向当然是非常好 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和现在的这个时间机遇都很好 你一干就能干成 那当然是就是天时地利能和嘛 就你都能满足 你当然有这种状态是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好的 但是呢 呃如果没如果自己觉得目前状态不成熟去去这个 我们说工作单位积累一下 我觉得有有什么不可以的嘛 所以说为为什么不可以打工呢 对吧 而且我们国家本来就是这个工农主义 工农阶级组成的国家嘛 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打工人嘛 然后在工作单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呃有有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也挺挺好的 有什么不行的 对 然后为什么选择进腾讯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方面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方面 我们学校是呃因为在深圳嘛 然后大家实习的话就找深圳觉得就离得比较近 然后有一些的趣味上的感情 像本部那边的同学可能就北京都互联网 可能也会找一找 对 像我有一条视频不是说了吗 我们去年就业大概三分之一去这个这个 这个那么世界单位公务员体系 三分之一呢去了呃这个大厂啊 然后互联网啊这个方向 那还有三分之一呢去了一些呃其他的地方 像我们去选 选调 呃或者哦出国 对三分之一独国吧 三分之一深造 三分之一互联网 就三分之一进了三分之一呢去了深造 三分之一呢去了呃去了这个去产业界 你看这样说啊 一部分学三分之一去了学界 三分之一去了产业界 三分之一呢去呃为人民服务的一些单位 对我觉得就很均衡啊 就大家都就是就是发挥各自的价值嘛 对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嗯那为什么进腾讯的话就是 我刚才说就是可能离的比较近 可能有一方面因素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腾讯确实也发展的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年报 就就各项的产品的营收 包括像社会价值我觉得都在进步嘛 就是整体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然后包括他的名声一直在我们学生当中都还不错 就他太会呃就不会有什么PUA之类的这种文化嘛 因为这种大公司一般都还比较规范 然后同时之间也都比较友善啊 然后第八个压力996 就这个事情真正就凡尔赛了一把啊 就当我之我我觉得就他说的真的真是 就是他说觉得我们自己在 他说他自己在本科的研究生产阶段呢 其实学的都比现在工作来的会更累 他觉得他现在工作的话 因为呃儿厂的这个呃做游戏的AE剧部门 那他已经取消了996 所以他觉得就他现在的工作还有周末啊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很多休息的时间 他说他这些时间都不知道去干嘛 然后所以才在跟我聊天嘛 然后就他说比我们做学生阶段要轻松不少 他说像平时要是原来在读书的时候 可能周末这个时候正在上自习 对啊对吧嗯然后 所以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 可能有的业务部门在敢进度或者说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会很累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说长时间的很累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有很多传说是夸张了的 对啊第九图三小姐姐的联系方式有吗 这位同学赶快给我三连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乱拍的一张图 而第十呢就讲一讲今天晚上我跟他聊的话题呢 主要有两个就是第一个呢是说我们新 呃切换身份之后的一些状态 就比如说现在有点迷茫 然后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刚进入到职场 他说校园进入职场 然后我刚好也是刚呃虽然我已经进入到博士就有一年 但是其实我也是就今年要再入选 其实我就要考虑就是我博士读完 接下来到时候是要去找哪个方向或者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和他都是属于这种探索期 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 然后我们俩讨论下来的结果呢就是觉得呃 呃有点像自己的研一 这个阶段有点像自己的研究生一年级也有点像自己的大学一年级也就是我们总是在 对 对